中国2016年1月1号起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希望以此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应对老龄化危机 曾经撰写探讨有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 《大国空潮》一书的作者 易富贤认为 中国早就该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易富贤博士从2000年开始研究中国人口政策 2007年他在香港出版了《大国空潮》一书 批评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本书一度被中国列为禁书 但在2013年《大国空潮》解禁之后 登上了新华网十大好书榜 今年中国放松计划生育 全面开放这个二孩之后 易富贤还受邀参与博鳌论坛 分享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见解 不过他在最近却面临了 被中国卫技部全面封杀的困境 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医学院资深研究员易富贤博士 来后面谈谈他最新的情况 易博士您好 你好 是能不能先和我们说明一下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自己在中国的各个网络平台 还有论坛被封杀 您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近封杀是8月8号 在这个微博一样的博客批封杀 但是据我说以前就2003年 我开始在中国大陆宣权赴日 能够正式调整以来 这是第一次全面封杀 但是这种封杀的起因是去年8月份 去年8月份当时我要出版这个大国空巢图文版 投文版是将过过去的两本大国空巢浓数 并且增加5-60%的性质内容 这是一本纯粹的一个学术性质书 但是在出版之前 国家委纪委知道了 知道之后然后就是走栏出版 中国发的出版社 发工函走栏出版 出版社就是说 他们认为反复的审阅 认为这本书没有什么的敏感内容 都是一些学术的内容 他们说出版社最开始担心说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很敏感的词啊 我说没有 我说这个问题是 他们国家委纪委担心的 并不是我里面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有问题 而有什么的反对计划声音 也对计划声音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报道 他们国家委纪委担心的是我里面的数据问题 因为最近这十多年来 国家委纪委一直用一些错误的数据 去误导中国的决策 所以他们对我这个数据 我这个大国创造图文版的就是 揭示了金像 如果一旦出版的话 那么就是说 国家委纪委他们的 但独二海政策的日策是错误的 并且他们的全面二海政策的日策 又是错误的 所以他们对我的数据很恐惧 所以然后出版社 出版社就经过反复的审阅 但是他没有修改为数据 他认为我的数据问题 那是一个学术问题 学术问题他们是不应该打压的 然后今年三月份 我回国参加博奥议论他之前 出版社就决定 说基本上已经是很干净 没有什么很明确议 然后就就是想出版 但是出版之前 他们又跟国家委纪委纪沟通了一下 然后国家委纪委纪要了我这个树的这个原子板 他们通过他们的这个专家审核 审核果然是认为它的数据问题 然后出版社就要他 你说你们现在说数据问题问题 你们树民也有什么 这有问题 他们也没有 一波是不好意思 您的这个麦克风可能离您太远了一点点 可能您要注意一下您和麦克风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们听不大清楚您后面说的内容 喂你好 是 是你好您请说 就是他们就是国家委纪委 所以我说就担心我这个数据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是这个 一直不让我出版 然后也是担心 因为他们最近出版一本书 就是说关于全面奥海资之后啊 他们这个理论依据的一本书是国家委纪委副主任王培安 他们主编的 主编基本说呢 他们认为这个全面奥海资和生育率 就会从1.3 1.63提升到2.1 然后到2050年还能够达到1.7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台湾跟韩国它的社会发展水平 是超前中国大陆20多年 他们在鼓励生育情况上 2051年到2015年 它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15到1.20 我们怎么可能 凭借这个全面奥海资金 叫生育率提高的演义 所以他们这个 就是说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就全部 是 好 易教授不好意思 就是您的声音还是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想现在请问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您不断的提出了 是中国应该这个停止计划生育的政策 也曾经多次的向中国政府能够提出建议 不过中国当局不敢采用您的观点 或是不采用您的观点 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倒并不完全是中央政府问题 我认为主要还是国家危机委的 他们用一些错误的数据去误导决策 所以他们日测 全面奥海资金每年会出生 世界700万 那对于中央政府来说 他们也改的很为难 每年出生世界700万 他又怎么办呀 他们这次他们国家危机委 又日测 说全面奥海政策 可以将生育率提高到2.1 每年出生一两千多万 那么说中央政府可能觉得 两千多万是够了 所以他们对我的观点 还不敢采到原因 他们还是比较相信 他们体制内的一些学者的观点 是的 好的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和易富贤博士的连线 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 医学院资深研究员 易富贤博士 接受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连线采访 对吧 对吧